下面咱把昨天复习一下啊 昨天学的东西 咱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其实主要学了一个支点就是完成多任务 你把这个概念的你理解了就行了啊 什么叫多任务呢 原来是我在一个程序里边有多个外处 甚至是多个函数的地方 甚至是多个部分不一样的代码 那么接下来我想让他们一起执行 或者说有一定规律的执行 是不是就是实现多任务的吧 就是通过多任务来完成 举个例子我的QQ里边一边可以聊着天 一边可以检测谁上了线 一边可以检测谁下了线 甚至是一边可以给你发的文件 一边接受的文件可以吧 这就是多任务来实现的一种方式 那么比方说这是真正的啊 你的训练下载器里边 或者说你的百度云盘下载器里边 他的下的一个任务呢 他要么是现成要么是今天咱们讲的进程 就这两种啊 基本上就是这就这两种 那么实现多任务 当然了有昨天咱们说的这个现成 也有今天咱们要讲解的进程 那不管怎么说 只要你会了个任务 那么你的一个程序对自败的一个表现 就是有多个代码可以一起自行 能理解了吧 不仅是一个点py 甚至是我写了一个程序 他们要注意点 一个程序呢 它不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个py 这个能有这个概念吧 一个程序不见得一定只是一个py文件 有可能是有很多个py文件堵成的 因为咱们在之前的时候学过import 你不管是from什么什么import还是import 还是什么什么import 还是那种方式 你不管怎么导 只要导进来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用那个模块里的东西 加上原则 一个程序和一个py不对等 一个程序呢 有可能有n个py补充 那么也就意味着 咱们昨天在实现了多任务的方式的时候 不仅可以实现一个py文件里面有不同的函数可以一起自行 甚至是在一个程序里边的不一样的py也可以一起自行 能力要为止吗 这都可以实现 哪都可以实现 就看你的代码是在一个py 还是不是在一个py了 那么完成多任务的时候 咱们昨天说了一下线程 所谓的线程呢 就是实际上多任务的一种基本的方式 它比较轻量级 它比较轻 就简单言之呢 你就杀个鸡 不能用牛刀呀 一个普通的小刀就把鸡给干了 所以说呢 这个线程很轻量级 就这样一个简洁没有那么重 没有那么重 那么 线程想要实现的话 咱们说了 必须先要导入哪一个模块 应该是先导入thread的模块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是不是叫做threadlay啊 通过这个threadlay 咱们呢创建一个实例对象 这个实例对象创建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一个对象就行了 只不过这个对象有个特殊功能 这个对象只要一调用它的start方法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里边自己调用了一些操作系统给它提供的函数 啊 那么将来呢它就完成了多任务啊 操作系统给它的一些函数 那么它就完成了多任务 那么因为咱们的python呢 它是一个高级语言 咱们不会太太讲什么操作系统给你的函数名叫什么 你去调那个 因为真正的只有调那样的这个函数接口的是谁呢 是c语言才能调用的 c++也可以调 就简而言之 咱们不是原来介绍过操作系统不是由c语言写的吗 对吧 像linux 但是ubuntu就是c语言写的 那么这样的操作系统都允许起来之后呢 它会给你给应用程序留很多的函数可以直接调 那么这样的函数往往是c++直接调的 咱们的python呢是不允许直接调的 那么如果要是直接调了那就还是搞底层了 因为python的特点不去在于造轮子 而是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那所以说底层的东西呢 不需要研究 既threading模块 它是一个封装性已经足够好的模块 你只需要调用这个模块里面的某些方法 或者是某些类就可以实现功能 那你要wait吧 好 这个他 昨天的时候呢 咱们在讲现成的时候呢 主要说了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 现成要用start的时候才创建 没错吧 现成从哪个地方开始执行呢 从你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指定的target里面的函数引用 是c 他就从哪个地方开始执行 当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这个现成意味的就结束了 怎么说理解吧 还有一点 如果我的一个程序 现在有三个现成一起在跑 你怎么确定是A现成B现成还是主现成一起 是哪一个先跑的呢 不确定 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有两个孩子 我有两个儿子 对吧 加上我一共是三个 到底是谁先吃饭 或者是到底是谁先去干某些事情 不确定 那不确定 那么在操作系统里边也是这样的 多现成谁先调度 操作系统说了算 你的调度算法说了算 你决定不了 对吧 你决定不了的 操作系统是说了算了 因为这意思你的电脑上的程序越多 请问你觉得你的程序越快还是越慢 越慢 只有一个CPU核 有两个人在去用的话 那你就你们两个切换一下了 现在只有一个CPU的核心 那么现在有50个人 那肯定是50个人共享 肯定是对于单个人而言 那么时间就会少 时间就会少 那么多人创建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START 它会从函数指定的位置开始执行 函数执行完了 县程就结束了 县程执行顺序不确定 执行的顺序是不确定的 就要看操作系统的调度 在这个地方咱们还说过 一个程序里边的主县程 一般不会先死掉 还记得为什么吧 为什么 因为一个县程死掉了 那么这个程序就会死掉 那么这个程序就会死了 那个县程必死无疑 所以说在一个程序里边 主县程会等待所有的子县程结束之后 主县程才会死掉 这是原因 这是原因 好了 那么咱们多天还说了 我想要验证验证有多少个数量 这个 这个当做了解 这个不是重点 我怎么知道一个县程里边 有一个进程里边 有多少一个程序里边 有多少个县程 通过这个enumerate 是不是可以查看这个列表的这个个数 就知道有多少个了 这个当做了解 这核心点是什么 咱们讲了 怎么实现多少人 就THREAD 这个类就实现多任务 后来咱们说了 实现多任务 要比单任务的效率 理论上讲要快很多 那么他并不是说永远都有好的一面 他没有坏的一面 他的坏的一面是哪呢 如果你的县程 在共享同一个全球变量的时候 出现了多个县程一起 也就是同时再去对他进行读写 那么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出错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约定 一个写大家都收 这个不会是问题 如果要是有多个小 那么基本上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咱们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一般的规律 要么从逻辑的角度上来避免 要么就是来程序的角度上去防止这个事情出现 逻辑怎么做呢 你不是说原来有好几个人写吗 你这样有一个人写大家都读就行了 你否则就乱了吗 比方说你去黑板上写个字 对吧 每一个人上来 每个人写个人的 那么将来我看到的这个这个黑板上的这个文件内容就乱了 但是呢咱俩规定规定 规定规定 什么呢 一个人写其他人看 那这不就好了吗 一逻辑是你怎么来设计 那么第二个来程序 那么咱们说了 是不是通过护持所的方式 是不是来避免这件事 护持所核心点 你仔细的理解就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一个特点 这个对象一个特点 你创建了这个护持所这个对象 用这个变量保存下来 这个对象一个什么特点呢 当这个对象在一个县城里边去调用它的acquire方法的时候 它会对某个字眼进行判断 直白的讲就是一个变量判断 这个变量如果只是0呢 它这个条件就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只是1呢就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实现吗 没问题了 都行 无非是我用一个方法来封装了 我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法可以同时在调用 不管你俩谁先调用了 只要有一个调用了 会导致另外一方调用失败 听懂我意思吗 调用失败的一个体现就是它卡在这 它一直不往下倒的卡在这 那么这就是acquire不止速 要么你上手你做这件事情 你做完了你接手 将来一直相当于加了个保护壳 我做的时候不允许别人来打扰 你做的时候别人一打扰不了你 那这事就解了 核心点就是咱们python语言看到的一句代码 真正的翻译成将来操作系统 去执行的代码的时候不见得是一句 C语言的代码翻译出来之后 都有可能变成三四句 你别说这个python语言 python语言翻译出来更多 这百分之百的 因为语言越高级 将来它一句话就等价有什么很多句吧 咱们原来说过 C语言写的代码有可能一百行 加完五十来行 那么python有可能几行就解决了 那么几行不就意味着 C语言有那么多行代码吗 所以说将来你看上去的python的一句话 将来真正的操作系统在执行的时候 会变成了很多句 它里边有自己的一个实现方式 好的 那么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护制所 那么多线程解决了单任务的问题 多线程有一个缺点 共享全球变量 共享资源的时候会出问题 咱们通过护制所来解决 那护制所是否是真的就是 一直都是有好的一面 没有差的一面呢 它有什么差的一面 如果在一个程序里边 你没有用好护制所 那么将来会出现一种状态 是不是叫思索啊 思索更直白的讲 就是我等你的资源 先不先在这个期间 你等我的资源 那么咱俩互相等待对方先释放 那么这就产生了思索 然后这就产生了思索 基本上咱们在昨天 是不是就学了这些东西了吧 那么避免护制所 最核心点是从逻辑上来避免 那么你怎么才能保证逻辑上来避免呢 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添加超的时间 比方说 这个我就等你三年啊 如果你三年成功了 你回来就娶我 如果三年你还不回来 那我就明花有主了是吧 再跟一个别人也行 那就是这个道理 添加超的时间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来避免 这都是可以的 咱们在昨天的主要学习一点 要了解 咱们昨天学的东西 你在你的脑海里边一定要记清楚了 实现多任务 什么叫实现多任务呢 原来一个程序里边有多个代码一起执行 明白了吧 就这么点 详细的指点 详细在说 谁都会忘 但是多现成大体的方式 你不能忘 就可以了 咱们昨天去学这些东西 咱们昨天去学这些东西 咱们昨天去学这些东西